说下面的这个用户角色是四字难吗 上面这个做完之后 下面这个应该就差不多 一无如画条 就是说一个用户可以指定多个角色 那么实现输入跟我们这个角色 全现四字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等一下我们提交 包括我们读取和这个四字的选中 也是类似的差不多 那所以我们也可以就开始来写 那我们直接从这个户端开始写起 那么我们这里要提供两个功能 一个是我们要展示出来 那另外一个我们还要更新 除了一个展示之外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更新 那所以我们这里也有两个方法 那么这个地方就应该写到我们的 应该是我们的用户里面去刷 那用户的是我们的EMP 好那在我们的EMP里面 EMP EMPB的 我们给它加上 那这个是我们的Tree 是吧 T-R-E-E-Tree 那我们这个就是READ 就是EMP ROOTS 好那这个地方应该我们传的是EMP的UID 对吧 这个是我们的获取 用户 绝世权限 绝世 好我们把这个停了 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叫做ROOTS 对ROOTS 对ROOTS 接着我们还有一个叫做Update UpdateEMP ROOTS 那我们是不是也一样的 有个UID 还有一个叫Track的Stream 是吧 SDR 好这个是我们的更新用户的角色 好接着我们就到这个实线 实线我们就把这两个都copy一下 放到我们这个EMP币的里面来 好就放到这个FIRIT的前面 UBLIC 那么这个也是Publish 好那这回啊 我们也是List的一个Tree 是吧 就我们的Tree list 等于另一个Array list 好那我们这一回啊 应该要获取我们这个 用户的里面的角色 是不是 那相应的啊 我们应该先去 先来获取我们的员工信息 是吧 由于通过这个员工信息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里面的角色的一个列表 是吧 好这一路是我们的获取员工信息 好那从过员工信息之后 我们就可以获取这个员工啊 这个用户下的啊 我们这回把它改成叫用户 获取用户下的角色列表啊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List啊 叫Row 我们叫做EnpRow 就等于我们的Enp.getRow 是吧 好这个我们就得到我们这个 用户下的这个角色了啊 好那接着还有一个 我们是要把这个所有的角色给列出来 对吧 那这回我们要角色列出来 我们这里面有没有DL 没有是吧 没有是吧 没有我们就加来是吧 这个是我们的角色DL 叫Row DL 叫Row DL 好导包 然后我们生成这个Site的方法 把这个HarshIteration我们就故意要放了 这是我们用来加密使用的啊 这是我们用来加密使用的啊 好那我们引入这个Row啊 Row的DL 那我们把配的文件啊 把它配上 那这个是我们的爵士的DL 找一下爵士的DL 在这里 把它放到我们Enp的 右层里面去啊 好放进来啊 那这回我们掉就不会暴空就行了啊 好那接着啊 那我们来写啊 上面的这个是吧 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叫破选花 是吧 它有的话我就给它选中 是不是 它没有的话那我就不选中 是吧 好那我们是一个Tree啊 T1 等一 空 那我们就破选完里面的Row Row 就是R-O-L-E 然后我们的 这个地方啊 我们的Row 还没得到是吧 我们所有的这个Row 这是我们的叫做Row Row 等一我们的Row D-A-O 点 get get list 是吧 这一步我们是不是拿出所有的角色啊 是不是跟我菜单不一样了是吧 因为菜单里面我们做了这个字管理那里说 爵士有没有 我们的爵士表里面就是一个简单的代表维舞 是不是 所以它跟那个没啥关系啊 所以我们要通过 获取所有的收 那我们应该通过 get list里面的方法啊 来获取所有的爵士列表啊 这是我们获取所有的爵士列表啊 这是我们获取所有的爵士列表啊 那接着我们来循环我们的爵士列表啊 那我们的T1啊 就 等于啊 另一个Tree啊 那么T1.set 我们的ID啊 这个时候应该存的是什么 啊 这个时候应该存的是我们的Row里面的UID啊 是吧 是吧 因为我们将来我们提交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爵士的UID把它提交过来 因为我们更新的时候应该更新的是 啊 我们的这个EMP-Row 是吧 EMP-Row 我们这里面更新的是哪两个字蛋 一个就是EMP的UID 还有一个Row的UID 是吧 那所以我们这个爵士的案例要不要通过来 对吧 那我们要通过的话 那我们首先这个列表显示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把它塞进去 啊 我们直接把它塞进去啊 我们才能拿到 是吧 那么它这个String的是吧 那我们把它转换一下啊 叫String.ValueOff 好 这一步我们把它转换成String类型啊 好 那接着啊 我们叫T1.set 它的一个Test 是吧 Test应该是我们的Row 点GetName 是吧 是我们角色的一个名称啊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判断它是否选中 是吧 判断它 判断它 是否 需要 勾选中 那么需要勾选中的时候 我们应该判断它 这个用户是否包含这个角色 是吧 用户 是否 拥有 拥有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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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拥有这个角色 我们就可以是用这个 这个 我们的这个 Row 应该是我们的EMP Row 是吧 我们员工的这个角色里面 是否包含我们这个 Row 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就让它选中 是吧 第一点 SetTrack 得出 是吧 那这个我们就有了 是吧 那我们的Trade List 就应该把我们的这个Trade 把它加进来 好 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这个 获取这个用户的角色 这个列表 我们就把它 给写完了 那写完了之后 接着我们不是 还有个update吗 是吧 我们去勾勾勾 勾完之后提交 提交过来 这个也是个字幕算 是吧 那么这个字幕算 也是按照这个 就是说 多分割的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分割出来 是吧 也就ITES 等于我们的 这个Track的 STR.split 是吧 好 那我们在做这一步之前 我们是不是也要获取这个用户信息 啊 获取这个用户信息 我们是用来干嘛 是用来更新使用 是吧 那更新使用的时候 我们第一步 也有把它下面的这个 角色给清掉 是吧 我们就叫做 清空 该用户下的所有角色 啊 该用户下的所有角色 啊 因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角色发生了变化 是吧 那最终是以他应免提交过来为准 是吧 不管你 你原来里面填的是啥子 是吧 我都把它清掉啊 这一点呢 就有个好处啊 就为什么 就先消除后 插入啊 这点涉及到就是数据库里面的性能 啊 也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是使用去update的话 你会造成什么 啊 啊 啊 你会使用update的话 你就得会执行这个update一句 update一句 就会锁航 对吧 因为我们要开启事务 就是锁航 锁航 锁航的话 如果再有问题的话 那么就会 引起这个 多余的 多余的这种 就是 航锁 升级表锁 啊 这种是 不敬意的 是吧 所以我们在update一句的话 特别是你这个表里面的数据 特别大 特别多 特别多像 一百万两百万这样的 百万几以上的数据的 或者是几十万以上的这个数据 你通过这个update一句的话 会很慢 但是我们通过三调再插入 就输入就很快 好 那这个呢 我们就通过set 我们的这个ros 等于new一个arraylist 就是我们的ros 好 那接着啊 清空完之后 接着下面我们就给它负责了 是吧 我们就for for我们的这个id 冒号我们的ids yes 好 那这个里面呢 每一个我们都要把它这个角色给查出来 是吧 我们的rope 就等于not 那么rope呢 就等于我们的rope.get 是吧 从对象 从图顾里面把它查出来是吧 那这个是我们的id是吧 那id填进去的时候 报错 啊 他不报错呢 你说这样你可以查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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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字幕传啊 查的话你肯定会报错的啊 虽然说这里没有运行给你看 但是如果你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肯定会报错啊 原因是我们这个get的时候 我们这个是指定是 啊 我们的rope里面的这个id是一个lone啊 所以我们把它转换一下啊 lone 我们拿到这个rope是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enp.get 我们的rope.add 好 这时候我们就试制我们的用户角色了 是吧 就试制啊 用户的角色 好 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 啊 主要的业务逻辑啊 我们都写完了是吧 剩下的action段就应该比较清晰了是吧 好 其实像我们action其实也差不多是吧 只是改个名字啊 好 对应的类就不一样是吧 好 那接着啊 我们就到我们的action层来编写啊 那我们的action层站在我们的web里面啊 好 那我们的web里面是我们的emp的action 打开我们emp action 把其他的关掉啊 那这个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parmig 是吧 void啊 我们叫read 叫做emprose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给我们的empb的点 read emprose是吧 好 那么rolls里面我们就可以get id 是吧 是吧 好 我们就拿到这个list的一个tree是吧 是我们的就是 如果就是 嗯 嗯 嗯 就是说 roof list 好 那接着我们就是使用这个write的方法啊 reais xxnie 就是我们的roof list 啊 啊 這是 就是我们的EMPROAD 那这个里面啊 我们也有传这个就我们的ID 我们的ROAD里面的ID是吧 我们角色的编号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给他加上 叫做CHECK的 STR 我们给他生成这个GASER方法 那这一句呢 我就从其他地方这个注释把它Copy过来 从我们这个RAW ACTION里面 把它Copy过来 这个GOTION 这个地方就变成我们GOTION的 角色的 对吧 角色的ID的字路上 以多二分各 好那接着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的 叫做EMPB 点 update EMPROAD 那这个是GET ID 我们把它 传过来 好这一周我们就可以TryCatch了 是吧 那么成功啊 我们就更新成功算 那这个地方啊 我也可以 投一下 这里有 Copy 是吧 或是你不写也行啊 用户绝世成功啊 用户绝世失败啊 那就把它写一下吧 都都 都写成好一点啊 就是我们的绝世菜单 绝世线 绝世菜单 绝世 菜单 好那我们基本上就把我们这个